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特農地 柏油全面刨除 換上黃泥土 農地違規使用 新竹市府要求改善 十八號截止日 直擊農地插了幾隻芭拉苗 但有不少已經乾枯 不要不要 現在農地還有要賣嗎 現在確定要賣嗎 對啊對啊 我們還有個時間來 聽到記者提問 只回頭說在安排受訪 時間一一回復 土地在賣掉前 趕緊恢復農用 但有網友質疑 以為恢復農地是種植稻米 不是差芭拉樹 還算種番薯葉也超好活 如果改成耕耘機停車場 算不算農用 議員也質疑種芭拉苗 是草地SOP起手市 因為去年十二月底 就自稱曾是土地開發業務的網友 PO文 直言柯文哲 沒有草地皮 委託我們幫他找人 種芭拉樹 真的要炒地皮的 這才叫高端 如今柯文哲農地這麼巧 還真的種滿了芭樂樹 對此市府回應 已經收到改善完成申請 將一規定辦理 後續相關審查作業 柯文哲農地非農用 幾經兩次展延 終於恢復 依規定 以作為農業使用 只是上面種什麼 網友還是很好奇 現在新聞賬號 一規定安寶 新竹報導